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请坐 欢迎来到天心卫视 非你莫属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热力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来 我们来欢迎两位新朋友 一位是新辣道的董事长李健 掌声欢迎 波士团新成员李健 新辣道集团董事长信良济CEO 新辣道集团是一家以连锁餐饮为主业的大型食品企业 总部位于北京 现有员工5000余人 年营业额超10亿元 旗下拥有新辣道鱼火锅 米之联 信良济 与芝麻茶等十余个餐饮连锁品牌 门店数量近200家 其中信良济 致力于成为中餐爆品标准化专家 依托烹饪美食秒动索性的核心技术 全面运用互联网化思维 整合下游餐饮渠道 专注中餐爆品标准化解决方案 目前在北京 四川 山东 河北 湖北 越南等地 共建设八大工厂 三大养殖基地 共计20万亩 清科资本项目工厂联合创始人韩金 波士团新成员韩金 清科资本合伙人 项目工厂负责人 清科集团是中国领先的创业与投资综合服务平台 及投资机构 是中国创业与投资行业引领者 资产管理规模约300亿人民币 旗下项目工厂是清科集团打造的 新一代投融资交易平台 为投资人提供大量优质项目资源 同时为高成长企业提供全领域的线上投行服务 实现资本与企业之间高效精准匹配 平台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驱动 从融资辅导到项目交割 提供线上加线下全方位融资服务 来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是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石惠 我是一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孩 生活到处是挑战 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 寻找诗和远方才是我所追求的人生方向 希望今天可以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收获自己新一轮的梦想 石惠女24岁山西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 企业管理专业 各位老师好 现场的各位专家 各位boss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石惠 今年是一名研三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 在研究生期间 曾经有两份让我引以为豪 并且有所成长的实习 一份是在宝马中国商务拓展部 做经理助理 第二份是在最近的一份 联合丽华客户发展部的暑期实习生 另外我还参加过一些商业挑战赛 比如说华为销售经营挑战赛 我是去年到航夏赛区的冠军团队 以及联合丽华商业挑战赛等 希望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求得一份关于市场营销 或者是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亦或是各位boss觉得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这裙子真漂亮 谢谢土雷老师 谁送你 妈妈 妈妈 实惠24岁 硕士毕业了吗 明年 明年 对 你刚才所介绍的过程当中 你实习的都是一些大单位 都是自己考进去的吗 对 就是在找第一份宝马的实习 因为我的本科背景不是特别好 是一个三本的学生 所以在找第一份500强实习经历的时候 说话可以慢一点 跟你的裙子一样温婉一点 好的 你跟吃了辣椒似的 好的 就是在找宝马这份实习的过程中 是遇到过比较多的坎坷 为了这份实习 我一共面了八个岗位 都是在宝马或者奔驰 然后在最终我在第八个岗位 我是如何胜利的 当时是一位德国的老板 胜利的 胜利的 对 然后在第八个岗位的时候 我提前了解了这个工作 我的老板需要做什么 我还那么快干什么 说的都吐了嘴了 慢点 好的 那我接着说 然后那我当时我老板负责的主要项目 叫做IQS 叫做新车质量调研 那我了解了这个以后 从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 做了一个PPT 然后带着这份PPT去面试我 然后面试我的老板 他很认可我 然后就把我作为他的实习生 然后在这四个月当中成长了很多 对 然后第二份联合利华的暑期实习生 也是通过了四轮的面试的选拔 都是大企业 对 我就是专门就去找这样的企业 你肯定是个延迟控 也算 找公司要找大 找男朋友也要找颜值高的 对吧 对的 你肯定是这种 然后当时在益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投联合利华的简历 但是联合利华的HR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应该是通过其他的平台 简历的推荐 然后让我通过 第二次是被列到的 对的 你说你在世界五百强都实现 你去那儿不留下来 你跑这儿来干嘛 我是觉得通过参加这个节目 能跟老板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就打开我的眼界 然后希望各位老板也给我一些建议 这实话 在那儿见不到老板 但在这儿没见到老板 所以来看看老板 掂量一下 对 上来整体第一观感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后面她这个像机关枪一样的这个说话 让我觉得是一个成就动机非常强的姑娘 说说你男朋友吧 这么有魅力怎么征服的呀 人格魅力 然后就是我们 我只听见你嘴皮子力气 没有 你男朋友是哪里的 山东 我说哪个学校 北京大学 北大 你这又是一场挑战的对吧 你说说看你怎么搞定的 这也算一种能力嘛 你说说 怎么说 就我们的价值观会比较相似 然后会有很多兴趣爱好点 然后比如说她喜欢英语 那我会经常会问她 这个音会怎么发 如果我要 你一杭州 她在北京 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 表什么呢 后来我去北京实习了嘛 她在北京 谁表白的呢 没有表白 没有表白 对 默契 人家是默契 对 默契 默契有两种 一种是兴趣相投 一种是臭味相投 兴趣相投 不拿你打场了 还谈着吗 谈着 那你是去北京呢 还是她去杭州 还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相会呀 应该我现在主要 我们两个都会是 以自己各自的事业为重 就是北京 上海都会找 就是良人也可以接受分开 对 但是是有时间期限的 多久啊 三年 不超三年 这三年可会发生很多事情 没有关系 我会时刻关注爱情保卫战 你还要回收吗 来 可以提问了啊 我其实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几轮的外企的实习都很顺利 那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认为对方或者对方有没有给你个feedback 为什么是你 首先我想跟老师说 其实这份实习找得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 比如说像宝马 就可能别人好的学校背景 他可能面试一两次 他就通过了 但是我需要不断地琢磨每一次 在这个失败之后 去总结这个教训 然后再去 包括我最后为什么拿下这个 也是我通过不断地总结 并没有十分顺利 包括联合丽华 我也是愿意走出杭州 然后愿意去北京 去上海 去这些各个公司去实习 最终才能得到联合丽华的认可 其实这份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的 那么最后他们为什么愿意要我 我觉得就有两点 第一份就是认真 比如说我会 我去很认真地了解这家企业 了解这份工作做什么 第二份就是 我对任何事都把我热情 然后我联合丽华的老板也跟我说 也跟他我们组的team的人说 说实惠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的人 希望大家以后工作也会像他一样 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感染到了老板 你这个薪资要的不低 八千到一万的 其实不低的工资 你的理由 你觉得你怎么能够拿到这份工资 首先第一份原因是因为 我有着非常 相对于其他应届毕业生来说 有着丰富的实习经历 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实习经历要的这个价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实习经历 培养得出我一种对于在职场当中的一些能力 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价 并且我想说明的一些是 我的八千至一万是综合的金子 不是底薪 底薪多少 七千 差不多 李淑琳 有没有人跟你说你有点用力过猛 刚才一直在说 你上台以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力过猛 说话也极快 土地老师提醒过你 你慢一点慢一点 特别的着急 有时候你那话出来比脑子快 就是你的嘴跟不上脑子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实习经历 包括你整个的求学经历 也是特别急功近利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可您说我的是急功近利 我觉得比如说 我是在一个很慢慢追求 设定好这个目标 并且不断去追求的过程 是这样的 我问你这个问题 并不是想要去打击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好 因为很多年前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李淑琳 你认不认为 你是一个成就动机很强的人 我当时还去查了一下 什么叫成就动机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所以呢 只是你要学会 适当地去均匀分配 你的精力和你的力量 谢谢老师 师惠 我看到意象企业这一栏 你没有填 我意象企业 因为当时企业都是在变动 现在说一说 有吗 有 哪一家 辛辣到火锅 还有 还有那个 清科集团 他们俩 谢谢 就是今天新来的两个都被你选中 等一等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有点南辕北辙 对吧 一家是接替器 解决国际民生问题的餐饮集团 另外一家 是扶植企业为主 风向投资为辅的这个投资集团 你选清科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清科集团是投资集团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投资人都是典型的基因团队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选辛辣到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是一个吃货 然后辛辣到火锅的味道我很喜欢 我觉得不成立 特别不成立 因为姑娘 你呢 刚才李树林可能说你急功近利呢 就话有点过 但不可否认 你的目的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不是个缺点啊 连续的世界五百强十一经历 在硕士胜利非常优秀 你开宝马车吗 我不开 我做过 你用的是华为手机 用 你手机现在什么手机 苹果 你一选择企业的时候 并不是你用了它的产品 觉得喜欢才选择的 再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我刚刚说的 我真的是一名吃货 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然后我很喜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它银行业 不论是之前的快销品 确实它 我能够通过参与其中 给我带来快乐 所以我选择这个方案 好 这个问题再延伸一下 如果今天已经去了新拉道了 宝马让你留下来 或者联合丽华让你留下来 你何去何从 那我要看联合丽华 提供我什么岗位 宝马 一样的职位 一样的薪丑 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出现了呢 那我觉得如果新拉道老板 愿意在今天这个场合里选我 那我应该会选择新拉道 先来 先来后道 有诚信 是这意思吧 对 好吧 你的薪酬最低不低于多少来的 7000 7000 这个有低于限制没有 最好是北京上海 你的职位的排布是 市场营销 几次呢 总经理助理 来 第一轮选择薛货瘤 全流 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刘马 你想说什么 在上面几期节目里面 有一次我跟李浩阳有一个争执 说呢 你们的争执多了 我们俩经常 但是有一期我们俩争执内容是 我说那个人的面试技巧不行 对吧 今天我见到了 我在非你莫属有史以来 面试技术 能排在前三名的女拳手 但是接下来也请你注意 由于你过高的面试技术表现 以及过高的情商表现 包括对一些问题 似是而非的回答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个情商 但是我希望你接下来的表现 实在一些 接地气一些 不然何马哥可要变身为何马 可能大家会觉得 我有点不接地气 但是可能是因为 我在阐述故事的过程中 过多地强调了自己 突出了自己认为最有的优势 可能忽略了一些 老板们想要知道的 但是我却没有表达出来的一些优势 掌握好度 太不会来事说人家笨 太会来事说人家假 咱们来一半 好的 好吧 你有什么才艺展示 我先唱一首歌曲吧 刚才说话呢 太快了 一人性很好 就是在情绪稳定性方面呢 得分不高 那么这位选手呢 总体来说是一场 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 反应能力 以及呢 目的性 工作激情都非常饱满 那么这里呢 刚才大家看到的都是很多优点 但我隐隐约约总觉得 它有点缺 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目的性太强 就是你会找到一个很大的目标 想办法去获得这个目标 给人家感觉就是说有点机会主义 怎么会呢 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坐在上面的老板 你听我说 对吧 而且因为他的目标都实现了 那个什么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正好沿着张老师的话说 就是你可以把你担任过哪些的学生工作 其实我在学生工作是比较少的 所以啊 就在他的所有指标里 就有服务性指标的 在挑人的时候 我们实际很喜欢有学生工作经验的 他有比较强的服务性 可是你的简历 我看到的时候特别奇怪 在所有的竞赛性项目中 一记绝尘 快马加鞭 但在学生服务栏 社团干部几乎为零 所以说我说张老师说他目的强 不是坏事 而且你这么小 没问题 但是你接下来 真的要注意 做什么事情 既要有目的性 也要有服务性和公益性 我们翻过来那个第三页 那个测评的第三页 它的服务性得分非常低 你说对了 我给他评分是八分加 还是不错的 我想问一下小灰 就是说你觉得 你希望在这个企业里边 不管是说半年 毕业以后你去了五百香 还是说在这里面两三年 你希望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和获得什么成长 我觉得两三年 第一年应该主要是工作技能方面的 就是熟悉你这块领域是做什么的 那在第二第三年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希望培养自己的一个战略上的眼光 就不仅局限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能更加开拓思维去思考更长远的事情 对战略上的眼光跟老板 我想了解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当中 你可以胜任什么样的角色 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路演活动 然后推广活动 那我觉得我在这些工作当中 是可以前期在有人带领的过程当中 然后不断地去融入这个角色 然后去胜任 好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再确定一下底薪7000 没有地域限制 北京 上海最好是 只是北京 上海 好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三个男人走了 还有九盏灯 依然是不错的成绩 好 我们来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市场和公关助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跟我的接触会是最多的 包括对接的事情 因为我还是黑马会的上海的会长 我们也是有几千个会员 就专门负责融资对接的工作 都是可以一起从市场和公关角度来去做的 我是金山云 我认为你适合做销售助理这样的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 北京 两个岗位提供给你 第一个是市场相关的一些岗位 就是市场营销 第二个岗位其实也可以做销售 谢谢老板 金哥资本项目工厂 这边愿意提供的职位是投资人关系专员 看好你 谢谢 我们的市场部 我们的战略规划部 包括我们的海外业务部 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从管理培训生可以开始做 谢谢 能够提供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和公关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为你提供的岗位是市场营销 地点也是在北京 谢谢 我自己在招总裁助理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是你的助理吗 对对对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来来来 好 石惠你身上有很多优点 但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直觉很好 女人靠的就是直觉 对 所以我想结合你的特点 结合你的一些意愿 第一个就是在品牌部门 负责公关和传播这一类的业务的主管 第二个你可以去我们的国际食材业务板块 负责海内外的优秀食材 把中国味道传输出去 把世界上的优秀食材引进到中国来 我们的这个办公地点就在北京 其实我特别感兴趣啊 李总 我不知道他是直觉呢 还是拉了个电背的 所以最后选择会说明一切吧 李总不要高兴得太早 相信女人是直觉 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 男人以为他们不知不觉 等到女人伤心欲绝 男人才后知后觉 还有九盏灯 灭七盏 留两盏 去吧 谢谢你 你那么喜欢辛辣道哎 要灭辛辣道啊 居然 再灭三盏 还有一盏灯 李总 有请李浩阳 谈金 谈钱不上感情 李总从此再不信女人的直觉 比斗儿还冤 居然老师透露一下 两家公司提供的 让李总死的明白 留下来的全是投资类稿位 来 请揭晓 你现在毕业了没有 没有 明年毕业 那你是实习生 我明年直接工作 正式工作 七千一万 这工资应该是满意的 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加入这个公司之后的 职业发展规划 通过了解投资人的投资的方向 一直到整个细分的产业 那未来我们也可以从产业这边发展 做投资人 或者做这个财务顾问 对 我觉得未来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你只对他有问题吗 没有 我希望两个老板都 你回答同样的问题 我们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是 跟着我公关和市场这方面的助理 然后如果再往上走的话 那就是市场的经理 市场的总监 然后甚至是市场的VP 那这是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你还可以做区域性的 一些市场管理的工作 包括现在你到我们公司 是有机会拿西权的 只要干满一年 人生的确像功课一座又一座的堡垒 但是在功课的过程当中 还是一定有爱恨情仇的 人生不需要那么有效率 好不好 考虑一下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清科 易学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易学 第一反应就是 我选择了一个对的老板 然后我很希望加入到 他们企业当中 然后让老板带我成长 另外其他老板给我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我非常的认可 我也会去虚心的学习 然后并不断地改进 我叫赵广阳 总感觉自己是个 会胡思乱想的人 也会有一些破天荒的想法 成就实现 清醒的是 大部分的想法都成功了 刚好之后 组建了自己的创业团队 目前有过百万的营业额 自己的盈利也有近五十万 希望这样自己能够得到 老板的欣赏和认可 谢谢 赵广阳 男22岁山东人 山东农业大学本科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赵广阳 来自山东农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在大学呢 有很多的创业项目 比如说最近十月一 帮助了一千多名同学 返向以及返校 有个人的创业团队 目前呢 有过百万的营业额 个人营业也近五十万 感觉自己呢 是个有理想主义的人吧 平时有很多想法 也有行动力 时刻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希望能够找到一份 有关于销售策划方面的工作 谢谢 看着不像二十二星 比较着急 我这上面写 你创业很早啊 我最早的一次 挣钱呢 是小学 三四年级的时候 当时想着去卖花 是这么一回事 情人节啊 不是情人节 当时我想着 只要 当时可能 也没想那么多 就想着平时 找一对情侣 靠卖萌 就去塞 卖萌 对 当时大概是这么个想法 去卖了到最后 好像卖出去几朵 然后把成本争了回来 靠卖萌 怎么个卖法呢 来 那是一对情侣 靠卖花 对 你们俩啊 这是一对父子吧 这是 不如所措 确实有点被烤到的感觉 因为让我卖萌的话 怎么卖萌呢 帅哥很帅 美女很亮 我需不需要一朵花 我们俩不是你想象的一种关系 谢谢 还真不知道卖萌 卖不了了 就这样就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好好好 行了啊 卖萌卖不了了 年纪大了啊 大学里面有没有创过业 我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是我高三毕业的时候 当时我是 如果可以放PPT的 好嘞 来 放PPT 这是我第一次创业 当时我做的自修室 当时做自修室这么想的 因为之前上我辅导班 觉得没有多大用啊 感觉一个人的成绩 想要提高的话 无非两点 要不就态度端正了 更努力了 要不就忽然变聪明了嘛 就想着说 来我们自修室来 我们可以给他说一些方法 从内在地改变他们 我当时呢 是白天在肯定打工 晚上摆地摊 有一次呢 我就没货了 我去进货 回来的路上 在公交车上看到了 我曾经送过一家 参到一家宾馆 觉得环境非常棒 就想着做一家自修室 然后下车 花着十几块钱 就和老板谈 谈成我第一笔生意 后来的话 我们合则 就形成了什么 就从我之后 形成了自修室 和辅导班 平均天下 或者是压着辅导班去打 我大概是一个半月 能收到一个人 是五百五十块钱 一个半月暑假 寒假的话 可能就三百多块钱 大概到目前的话 是一个寒暑假的 进行引力的话 大概是三四万吧 有座生意人的 那个琢磨镜 他的很多想法和思考 都很接地气 立马就能够 把他推动起来 不是说停留在 这种高达上的想象中 这是我的第二个 我当然是 大一的时候 十月一 同学回家比较困难 有的地方 没有直达了火车 想着做包车 我就成立老乡会 我就分门化列地 把这个资源 就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就从此做到垄断 然后就最近 十月一包了27辆车 然后一千多个同学 个人盈利是 是四万左右 可以啊 行 来 这是我的第三个 这是你女朋友 对对对对 这是当时我们俩一起 做的一个 互联网金融的一个软件 这个是我挣钱 就是盈利速度比较快的一个 当时呢 是在推广的时候 需要身份证 我与其和那么多人 说服他们 不如说服万达经理一个人 是吧 我就想如何找一个媒介 打个掩护 就当相识 当时就想到了和万达合作 我就说 我可以免费 帮你们送电影票 我买你们的电影票 送给他们 但是只要注册我的软件 就可以 当时推广 费还挺高的 一单的话 就55块钱经营力 除去这个电影票 我算了一下 是一单能挣30块钱 你怎么搞定经理的 可以也很容易 就因为它有业绩需求 互相找需求 然后请人家吃顿饭 然后谈一谈 就成了 他的简历里面 有三个环节 都是在讲他向元创业的过程 对于我们 一个服务于创业者 和投资人的平台 我会对这种非常敏感 那你今天想到哪工作 北京 要求薪资多少 实际工资 我一开始标的是6000 后来我会讲一些事情 然后觉得是比较低 然后想能够八九千 如果是有是最好 你说吧 什么事你说出来吧 我会在才艺展示的时候 会分享一个创业 创业分享 是吧 你到底多少 底薪不低于多少 底薪不低于8000吧 8000 实习挺高的了 那你应聘的工作 是销售和策划 对 对吧 也是你最擅长的 对 如果说有符合了岗位 也可以 我觉得如果说 待在某个人旁边 可能向他学习也挺好 当助理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大家都请喜欢啊 挺机灵的啊 好 12站灯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来吧 创意分享 其实啊就是讲一段小故事 就是前两天来北京嘛 第一次 一个字形容 高 高消费 是我认识最清楚的一点 就是后来我考虑 为什么没有 一家企业 或者说有这么一个项目 去做一家 去做一个评价的医院 它呢 可能不是追求的更高的利润 而是追求更高的社会价值 更贴近民生 我想一旦出现这么一个 一个小门诊 连锁的 我相信呢 会有很大的受众 就之前我和那个别人谈 别人会自己说我这个 投资太大了吧 还有一些那个 医师证啊各种 我就后来我想一办法 咱可以去找某一家美诊 就直接给他谈吧 说 我已经有了七八十家医院 愿意和我合作 是不是 我们愿意在全城推广 这么一个项目 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 我们在APP里面 就会有你的地方 然后大家只要想看病 就会来你这儿 你虽然单个的症能不多 但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愿意来你这儿看病 我们谈一家 谈成了 我们谈两家 我们谈了好几十家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资源 当有资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像阿里那样 就给他们要保证金嘛 交代钱的时候 我们手里就有了钱 我们就可以顺应地 去做推广 就是我前两天想的 就是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创意 证明我一个 平时就这么想吧 我是平时有很多想法 也有行动力 有理想主义的人吧 这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想法 只是呼吸其来 碰到了我就想到了 我有还有很多很多 更多的想法 我其实还能记一本子 我记一本子的想法 欧阳 我想评价一下 刚才你那个策划 其实刚才你那个 就是你那个创意 我倒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也是搞医疗的 至少你有几点 我是蛮佩服的 第一个 你看到了客户的需求 第二个呢 你也想办法 解决这个需求 而这种想办法的方式呢 是通过了 打破这种 信息不对称的方式 我的经验是不足的 当有一个业内人 是肯定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思路是对的 我想法是 比较靠谱的时候 现在肯定还很高兴的吧 各位 对这个小孩 我有一种感觉 他未必是个好销售 但是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策划高手 他想的所有的逻辑呢 也是对路的 就这个孩子接地气 脑子快 有主意 他可能face to face 就是我们面对面销售的时候 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场 但他非常的聪明 他的聪明 还是接地气那种聪明 这个孩子不错 他有那个灵气 你发现没有 所以今天这个专场很有意思 第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以后是个老板 这个男孩子 我觉得以后也是个老板 今天是未来的老板专场 过程中间的痛点 他就换位思考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创业者 找痛点的 都是先从自己 从亲人 从周边 最朴素的一些痛点 长期存在的 然后他能敏锐地 给他提炼出来 我觉得刚才 他的这个案例里边 我觉得他身上 有非常好的 做生意人的潜质 对 第一个 你经常会提到 叫需求 你看刚才有人问你说 万达怎么拿下 你说我就了解他的需求 刚才谈医疗 你说我要了解 顾客的需求 只要去洞悉 周围人的需求 这就是做生意的 第一前提 还有一个你身上 我觉得特别强的 刚才那个例子里边 叫整合的能力 对 你看他谈这个医院 没有医照的时候 他说我先去找一个 有照的 对 同时我无中生有 怎么要把它一点点扩大 这两个能力 我想我们中间 有很多创业者 很多老板 他那个路子又对 对 早期的时候 我们空手起家的时候 大多数 都是这两个特质 在发挥作用 对 而且我再介绍一下 小伙子 刚才我们的李老板 被第一个女孩给伤了 他评价你又很接地气 他也是我们很接地气的老板 对吧 小龙虾之王 对吧 他很欣赏你 请你待会不要再伤害他 好吧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非常灵活 有商业头脑 愿意挣钱 感觉也 情商也挺高的 在这个年龄段 我接触过一些创业人 他们有些时候 会走到一个误区 就是到后面 有一点不择手段 我想问你 在过去这么多年 你做生意 做过程中 你遇到过 跟你的道德观念 相冲突的事情有没有 然后你最后 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我想稍微看一下 你的价值观 其实你的经商能力 基本上是没问题 创业需要导师辅导 也没问题 我可以辅导你 但是我想看看 你骨子里面 有做过冲突的问题 你最后怎么选择了 真没有很冲突的 大不了就是说 一些 我比如说坐包车 很简单的一个意思 退钱嘛 我临时不做了 但是我把他的 座位都安排上了 我不做了怎么办 我家里来接 我退钱 这时候我要面临损失 这个时候肯定是 要退给人家的 我是做什么的 我感觉我这辈子 就是要做服务的 乔布斯一句话 特别影响 就是做改变实验的产品 我觉得一个人 要实验他的价值的话 就要做出 服务更多的人 做出一些 能让人生活上 能做 有些改变的东西吧 或多或少 至少自己 存在着他们的生活中 还是挺有价值的 要为大家服务 你只有接地气 你才能让别人 感应到你的真心 可能这样 大家也会觉得 你有没有意向的企业 和行业 青柯 我是挺想做投资 投资 还有吗 刚才说 可以跟着他的老板 你说柯如云是吧 对 行 好吧 其实我们的大江坑产业 属于服务行业 他也可以考虑 而且我们很需要 我告诉你 你们都别担心 这孩子闷不吭声 是特有主意的一个人 来吧 自己选吧 好吧 这个十二盏灯 如果第二轮选词 依然保留 每人一千元的红包 第二轮选择 去过流 还有霸展灯 青柯说一下 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现在实在 不太了解 您来青柯能做什么 包括到项目工厂 能做什么 刚才那个女生 大家都说 人家追求高大上的事 然后她也选择了 高大上的企业 你也喜欢她的这种取向 你今天不选她 是觉得人家 太阶地气了 有点low 没有没有没有 而且我觉得 现在这位选手 我觉得您可能 更适合去创业 你今天就是 没穿得洋气一点 穿出投行的气 你知道吗 人家穿得像 利浩阳那样 今天就没准了 你知道吗 就怪那个河马 说你太阶地气 太阶地气 不是 你看她的那个眼镜 非常时髦的 很帅的 现在很多投行都这样穿 只不过脾型应该再尖一点 那个脚腕应该露出来 像那个 你看还是说人家鼓 还有一件事 小伙子 我认为创业者很骄傲 创业者很光荣 好多人就 当然不是说清科不好 很多人就是 现在的大学生 一门心思 尤其是精英型大学生 就想当投行奶 好了 从过来开始 其实我们愿意吸纳 这样的年轻人 有想法地 加入我们的销售团队 我希望能够培养你 成为我们的一个 创业团队里面的 某一个职能的一个leader 慢慢地培养 成一个综合管理人才 实现你的一个上升 实现从做小生意 到做创业 到最终成企业家 我觉得你具备这个潜质 花椒因为在现在 在做这个城市推广项目 所以也很看重你这个能力 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商务专员 我觉得从你身上看到了 我当时创业的一些影子 特别希望提供给你一个 我们现在正在创业的项目 就是我们 探路者户外运动 主题乐园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这个一个市场部的经理 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成长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创业型公司 特别需要像你这种务实 肯干 有想法 有拼劲 所以为你准备的岗位 是这个市场专员 地点的在北京 我现在给你的岗位是 那个品牌策划 我觉得你是非常有感觉 有商业直觉的 是可以去有很多好的想法的 我是大学毕业到北京来 和你今天到北京来一样 所以我就会有很多同感 看到你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 那我提供两个职位 你考虑 第一个就是做我的助理 在我身边 我想告诉你一些 做生意的一些方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公司 你如果愿意做销售 你可以到我们的销售部门 负责私在销售的部门 去做销售的经理 那我觉得呢 你如果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呢 我可以亲自带你 因为我前面那个助理呢 已经就到项目里边 去当负责人了 现在正好我没有助理 那我可以带你半年 半年以后呢 派出去做项目经理 或者是做行政院长 剩下来的八盏灯 那条六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还好 走了 乖 收支 是 � ம 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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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是很想回事 有请李健 叶子龙 坦前不上感情 怎么样 李总加油啊 李总走出了黑暗 8000 1万 就是我们新拉道是 是有提成还是底薪 如果你要做销售的话 是有提成的 如果你要做我的助理的话 他就是工作的底薪 还有问题吗 对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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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薪酬超过1万 1万 有没有超过1万 把另外酒站灯灭了 我就是觉得他特别适合做我们现在准备提供给他的这个户外运动主题乐园的项目 因为我特别看好他 而且我认为他能够创造比这个更高的价值 另外我还可以给你一部分股权 而且我真没听说过真的给一个应届生一上来就承诺股权的 说明真浩是真喜欢 竞争更激烈了 你考虑一下啊 是否愿意让真浩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你的答案 是没有 我愿意让真总代替梅尔姆 包住也没用 真总挺让人感动的 真总挺让人感动的 他哪让你感动的 很真诚 给他架码的真诚 对 架码也很真诚 我喜欢这种坦诚的人 有请叶子龙黯然离场 有请真浩荣耀登场 秋仙若刻之心 昭然若结 一万二一万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适合于未来当老板的人 这个我觉得就随缘嘛 对吧 因为我也认为他和我创业经历很像 兄弟一样 探路者小龙虾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辛辣道 探路者 或者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探路者 两个企业都可以选 真总给我的感觉多一些 越有阴情越缺啊 大家都在追求那一份缺憾嘛 很完美了 我叫董恩明 我是一个热爱挑战 并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多历练自己 在不断的挑战中 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 面试的过程中 我觉得面试官可能会对我之前的工作经历 与所学专业不一致产生疑问 我觉得自己洞察的能力比较适合陈明岗 而且我建议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指示人各位观众 现场的各位老板大家好 我叫董恩明 我是13年从东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 然后15年开始从事产品工作 富有激情和创业精神 是我给自己的标签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董老师好 上面写的这个家庭成员有几口人 我们是有四口人 我还有一个姐姐 你还有一个姐姐 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 你原来开始是做工程 软件工程 后来开始做产品经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换 我之前毕业之后是在做的是测试工程师 然后是校招的一个职位 我觉得产品方面应该是一个富有很很富有激情的一个岗位 然后也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格 后来想到北京这边发展 然后想还是想一直坚持自己的一个初衷 所以想应聘到了产品产品这个职位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来把它背景资料调出来 就是我之前做了两个产品 一个是在线K-Girl的一个产品 一个就是一个直播的一个产品 就是觉得对直播行业的一个理解 就是它是一个传递高价值内容的一个平台 高价值内容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观赏价值 然后同好价值 还有就是支持价值 特点就是比较直播 直播行业的一个特点 它的直播内容比较常位 它还有很多没有被发掘的主播 然后就是及时性 及时性的意思就是它传递内容 但是这个直播结束之后 这个内容就随着消失了 咱说说花椒直播吧 帮人研究了这个 你觉得花椒直播这个产品 如果你是产品经理的话 你会有哪些方面的补充和意见 花椒直播的话 直播间的一个互动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会从一个就是发掘用户的 喜欢的主播的方面去深入去切入 具体的方法呢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栏目的方式 把好玩的那个瞬间 然后聚集在一起 然后提供这样一个品牌 然后去推向给用户 这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方式 你希望他还是要做出自己的金牌栏目 PGC 我觉得首先我先不评价 因为你评价的是花椒 我先不评价你这个方法怎么样 但是至少你用的方法 它不是一个产品的方法 这个更像是一个运营的方法 是运营的思路 对 是一个运营的思路 但你其实今天应聘的是产品经理 所以我们可能在座的 有这个相关职位的更想听你 从产品的角度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从用户 发掘那个喜欢的主播方面 然后可以是个性化推荐 怎么更好 你要强化个性推荐这个版块 是吧 个性化推荐的话 有基于内容的一个个性化推荐 有基于用户的一个个性化推荐 首先应该是先去做那个基于内容的一个推荐 这个其实人人都知道 金日头条就是这么做的对不对 那我想在花椒里边 你怎么样通过内容来推荐呢 内容的话就是通过它的关注行为 因为它关注的主播 是有一个标签的一个特质的 比如说都是什么样的标签 就是清纯或者是爱美感性 你知道金日头条有多少个标签吗 我知道金日头条标签是什么 有几亿个标签 如果照你这么说 我们只要分五个标签就做了 这还有什么推荐的 这个里面既不需要算法 也没有什么准确度 你知道吗 我提出的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想法 但是标签的话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认识 对啊还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的标签非常少量 达到这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 它的推荐没有精准度的 你理解吗 所以就连你想要去讲的一个产品的点 你都没有思考清楚 标签的一个方式 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弊端 因为我之前我说的这个标签的这个方式 确实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标签的话算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对这个主播的印象是不同的 然后产生的标签也是不一样的 小董你曾经独立开发过一个产品 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个不是我 首先不是我独立开发的 或者你参与一个项目 你能够是领头的 但我也不是领头的 我只是就是之前进入一个产品 是产品助理的一个职位 我看他写是产品经理 我这样啊 先问一下他要求薪资多少 看看他到底是做产品经理 还是产品经理助理 17K 你要求薪资多少 那个17K是我之前 低薪不低于多少 14吧 14000 14000 这是产品经理的价格 不不为什么呢 你原来是7000 然后你到了一个12000的地方 你写的是产品经理 你刚才说只是产品助理 那就说明你之前的这个7K到12K的 这个突然的大幅度跳跃 就是不合理的 在现在的互联网过程中 是有很多这样的孩子的 17K 15K也好 OK 这是产品经理的工资 这绝对不是产品经理助理的工资 对 产品经理助理的工资 那就没底了 对 五千六千都有可能 对的 这是事实啊 对的 你已经做了两年的产品了 嗯 你不能说这产品我不主导 但是你最起码应该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 转化率 流量 好的 一个产品经理人说的话 都只有那一行能听懂 他不是产品经理 所以其实你就是产品经理助理 今天应聘的薪酬17,000 大家觉得太高了 能不能 14,000还是17,000 他报了17,000 17,000 又压到14,000了 对 能不能调 可以 调多少 13K吧 调1000 应聘产品经理 对 还是助理 经理或助理 到底经理还是助理 那你这是经理的价格 不是助理的价 你的13,000 小董我就问一下这边啊 就是你认为助理和经理之间的差别 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最初级的产品经理的话是在 数据分析 然后产品设计和产品策划 然后需求分析方面去有所有一定的基础 然后去不断的巩固的 产品经理的话是需要管人的 我们这样啊 结合刚才何马所说的 把私利当能力 你以为你混得久了你就是那个能力了吗 这是两回事 不能说你在这张行业经营了多久 你就一定能够当产品经理了 现在很显然大家认为你达不到产品经理的能力 在第一轮环节选择之前如果你坚持13,000 你会丧失更多的机会 你第一轮环节到底调还是不调 可以调 到底是经理还是助理 助理吧 调多少 调到1万 1万的底薪有没有地域限制 北京或天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好 还有施展灯 看来是三年冠金这样的有用啊 我跟你讲 陆老师啊 这孩子是东北大学转建工程的 然后英语六级 俱语二级 说明也是个小学霸 所以小伙子 你都跳三次操了 面试的能力还那么差呢 重要的是他干了四年 这么好的大学干四年 报一万七 降到了一万 就这个行为啊 我都灭你灯 一点都不自信 为什么呢 真的 你们这些人搞得我两面不是人 一会儿让人家降 一会儿降了也不是 天生我有财 咱甭管他们先唱个歌吧 你不是多唱吗 好久不见你一打招呼说话特好听 说遇到了些经济困难真是伤透脑筋 什么只有我能帮助你 因为我特别好心 瞬间让我感觉像是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看你苦苦哀求我最终还是绝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 说唱我确实之前没有做过这个说唱 然后确实舞台效果舞台经验比较太缺乏了 不是特别好 所以最终呈现的一个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我初前却给我做起了文章 这倒算了你最后居然还死不认账 让你还钱不是我顽固 是谁都会有的难处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才艺 这个才艺的话 算是代表我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个 你以前干过这事吗 没有 你可真够敢干的 老张看人家的性格评估 本人的这个疑人性不高 独立 这里也显示出来 就是比较喜欢自己独立的一些工作 假如说作为产品经理的话 这个独立性太强 反而是不行的 刚才叶总说的 他不够自信 他的不自信来源哪里呢 就是他的同学啊 原来学软件技术的 软件技术的做的都非常好 他自己没做好 所以他就想转到产品经理啊 这些来做 而且呢 一转过来也没能做好 我怀疑呢 就是说前面做的这些项目呢 他缺乏自己带团队去做的 很多可能就是跟着别人做 就做一小块 这张老师有一话说的特别好啊 就是很多这种名校 他愿意跟自己的同学去比 一比 哎呀 同学怎么都那么好 从软件工程切成产品经理 跳开工资 一万二直接开到一万七 产品助理 直接变成产品经理 意向企业还是网易 但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建议啊 其实你今天我挺喜欢你的 这次转型 一个是要把薪资挑低 第二我给你一个严肃的建议 今天还好亮了这么多灯 你待会要挑一个进攻性比较强的老板 特别推荐一家公司 克如云首先是一家 SARS系统是有软件基因和软件属性的 第二个 我关达到彭雷老总 是个进攻性很强的老总 说话语实跟我一样很快 何马哥讲得很好 待会下面给你结压账 结压账 不错 这个拖得很到位 我稍微看一下你的简历 我总结起来 就刚才何马讲了 其实你底子还可以了 学习能力应该也不错 也算聪明 但是你的前三份工作 其实都不是正儿八经的互联网公司 但你这三年全在这个体系以外混 哪怕你应该进一个 拿过B轮C轮之后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真正跟过BAT出来的 拿过P6P7的产品经理的人 干过一年 你都不会这样来参加面试 你都不会写出这样的分析报告 你的基础是不错的 对吧 我们也都觉得你的学习力也没错的 包括你跨界还学了Rap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老是不够用心 你理解吧 我最恨那种面试技巧好的人 那是减分的 对吧 我非常不同你的概念 我们今天把 你对着他说 对着他说 我们今天明确地说 一个求职者的面试技巧 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出来 董老师怕同意不同意 我今天坚决不相信你 就是你展现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人力资源专家 要给一个选手 对吧 求职者 我们人力资源对选手最好的帮助 就是提升他的面试水平 把自己真实的实力表现出来 错了 我不相信他什么工作都没有做 陀老师我怎么觉得 人力资源专家坐在那 他应该是为我们企业服务的 谁告诉你 我为你服务了 当然是为人力服务 你是帮我们招聘呀 不 他帮你们招聘 我为求职者建议 人力专家不服务于你们 也不仅至于服务于他们 他们是做好最好的桥接作用 让最好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发挥 你是中立的 我当然是中立的了 把时间回归到这方面来 大家都在为你着急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 跟大家 大家都让你归零嘛 对吧 但我觉得在归零之前 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 咱们能不能三句话说清楚 自己在工作的这些年来 积累的最大能力 到底是什么 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的创业心态 在我负责的功能里面 我会把这个功能负责好 然后去把它顺利的迭代完成 去跟进开发 去跟进设计 去跟进最后的测试 第二点是一个 求知的一个心态吧 我自己的话 在交互设计 需求分析方面 然后也学了不少东西 然后也去看过 专门去看过很多书 还去看过一些很多的培训课程 第三点的话是 没有第三点没关系 你最大要改编的一点是避重就轻 知道吗 你得找准 你到底是擅长于哪方面 就做哪方面 不要去跟别人比 知道 扬长而必短 知道 好不好 第二轮选择取货率 还有分享 我是金山云 我们的业务呢 现在有一个板块 在做这个视频直播和短视频的 这个内容监管 就是 涉黄 暴孔 政治 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 大数据的一个监管服务 基本上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我们的 产品的这个产品经理 然后呢跟着我们 产品团队一起去做 地点呢是在北京 客人可以给到你的岗位呢 我从目前你的判断来讲 我只能给到你产品助理 然后 工作地点在北京或者成都 好 谢谢 定胜斌 好 我是钱包生活 我们这边会给你一个 产品经理的一个岗位 那么我们研发的产品 我们将来会在市场大量的推广 我们甚至到百万几千万级别的用户量 你考虑一下 这个三家只要灭掉一家 留两家 这个比较好选 好不好 去吧 掌声有请定胜斌郭兰 谈前不上感情 所以嘛 他还是在避重就轻 不敢面对矛盾你知道吗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其实按道理来说 你应该选择这两家 对于你来说更有帮助 柯如云真的很适合你 而且这个老总也非常有明确的目标性和进攻性 发展的也非常快 你为什么灭了他 快说 你是不是看不惯胖子 因为那个在成都嘛 我可能去不了成都 人家说可以选择北京 因为在北京他的资源不是不好吗 因为他建议我去成都嘛 去成都就去成都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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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包生活出一万二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吗 他不会选他的 他不会选他的 我有这个自信 我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做校招的时候 对一般的 语言不检验的老板不是好老板 没关系 给得起价就是 能说得详细点 我想听 你说吧 你简单两句话说完好不好 简单两句是我 叫他值这个价 这个薪酬都已经超过了你的预期了 没有问题吧 这价钱 没有 有就有可以谈的 没有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钱包生活 就是之前的话对这个产品 呃 不是特别聊 因为属于那个互联网金融方面是吧 呃 我们是消费加金融 消费加金融 对 我们也针对本地吃和玩乐 我们针对所有的C端用户 这两个 心里有定数了吧 行 有了 有了是吧 有定数就行 来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选择 10秒 千包生活金山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是金山云 对吧 第一感受就是很激动吧 因为我之前的一个一项企业就是金山云 之后的一个打算和规划就是在金山云这家企业 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销售 反而对企业运营和策划比较感兴趣 我的求职宣言就是我有故事 请老板们准备好灯和职位 谢谢 12位老板 现场观众 两位人生资专家大家好 我叫刘洋 于2019年毕业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在毕业后8年一直从事销售类工作 但是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销售 反而对企业的运营和策划比较感兴趣 前后为自己工作的企业做了十几份策划案 都得到老板人认可和支持 今天呢我带着一份项目方案和两份策划案来到这个舞台 是希望自己在企业运营和策划方面的能力 得到大家认可 并能谋求到一份与之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哇 你这工作的地方好多啊 东莞 新乡 毕业多少年 毕业8年了 8年 最主要的8年就是在一家企业 最后一家企业待了6年将军 干的挺长的 为什么要走啊 现在一个企业通过上市吧 没有成功 现在是基金链稍微有点问题了 有点问题 对 你很喜欢做策划是吧 对 我准备了一份 一个项目方案和两份策划案 拿上来拿上来 这一份是专门给你的 看下这后面 这是一个项目方案吧 就是说我做的是机械行业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使用了 对 这完全是你一个人写的吗 对 刘洋 我问一下 就是你那个简历里说 你有十几个策划 都被老板采用了 对 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 被老板采用 且有实际效果的策划 当时我们公司是 每年能销售是200多台机器吧 但是实施之后 这个我不知道具体是不是 光是我这个方案的作用 但是当时我们公司高速发展的话 已经卖到400到500台一年 那为什么你一直还是一个销售啊 我当时 你给了这么大的一个idea 然后让公司从200台到400台 那就是一倍的增长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项目上负责任 我不是说这全部是我的功劳 我只是说我这个方案 可能对公司有一定作用 这方案是完全由你主导的 对 你是主要负责任 这个听起来不符合逻辑啊 就是我出了一方案 然后这方案公司完全接纳了 然后这个销售涨了一倍 然后我还是一个普通的 老板还没重用他 还没用我 那这个不合乎逻辑啊 我说一下啊 这个呢 我就通过这个方案呢 我给老板去要了一个职位 要了什么职位 总经理助理或者是策划部经理 那你这总经理助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职的 我是什么时候 我是在这个公司 总共干了是五年零五个月 前面是两年零七个月 两年零九个月 是什么样呢 是 我当时临走的时候 我是当时离职了五个月 走了五个月 当时我是为什么 什么原因 为什么走的呢 是因为我像当时 我就是拿了个策判 我说我给你公司 做了十几个策判 都被你认可了 为什么不给我职位呢 他说你是市场营销 专业毕业的 他说你去做市场总监 是销售总监的助理吧 我说不愿意 然后你走了五个月 对 后来怎么又回来了 我回家的时候 我做生意 我看我是找了 我们当时大学城里边 一个水谷摊位 问一下转让价十万 我给不了啊 我又回去了 我又回去公司了 老板说 那回来就回来呗 他也挺看好的 我们到头来 再说说你的那十几份策划方案 你觉得对企业 到底取得了多大的作用 我就说为什么 我一直想给公司 一直写策划案呢 因为我刚开始 跟朋友介绍 进这个厂的时候 是做仓馆 我就是写了 通过一份策划案 老板说我做电子商务 最后我介入了公司的各个 各个部那个环节吧 可以说在当时 别人有个绰号嘛 叫我主任 就说公司所有的东西 都能管都管 公司哪怕换一个水龙头 换一个电灯泡 全部都是我 我来操 我来做的 权力好大呀 还有什么 全部都是我 我来操 我来做的 我想问一下 你做仓馆多少钱一个月 做仓馆 也就是三千吧 你这些年底薪没涨过啊 底薪 这个做业务的话 光靠看底薪是看不出来什么 所以你综合评价一下这个老板 你心目当中对他的感受 我很感激他吧 我从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一个人 我谢谢他这几年 可以说他把我 对我比对他儿子还要好一些 我都感觉到 给三千块钱 对你比对儿子还好 咋说咋说 说来听听 我每一次做这做业务的时候 他都帮我去帮我去做 他帮你去做业务 对比如说 我说一个客户需要一样机器了 别人想见总经理 他立即不说 开着车给我带过去了 哦 他儿子呢 他儿子呢 不是这个这个 你跟老板到底是什么关系 老乡啊 就是一个地方老乡 各位我们老板们 不是一直想要忠诚的员工吗 多忠诚啊 一二年开始 一七年 五年过去了 唯一一次离家出走 就是为了摆水果摊 都没有想过换工作 水果摊失败 又回到了公司 五年了底薪都没升过 就算是销售 也该涨自底薪吧 我告诉你 以前在有一些 有一些老的制造企业 这样的角色 其实挺多的 就是老板呢 跟他之间呢 关系挺近 这种轻到 轻的这种感觉 甚至天天带你出去吃饭啊 甚至你走了 你还能随便再回来啊 就这种员工 其实挺多的 那个佟老师 我把这种员工啊 大家要注意啊 尤其电视台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叫保姆型员工 有这样的老板 他表面上对你好 但在他心里面 你就是个保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王宁 王宁都跌不住了 我们是校友吧 以前应该认识我 你也是郑州大学的 对 就是这个一个学校 而且我跟他是一届的 而且基本上 一个学院的 只要他不是宅男 应该 应该我们学校都认识我 我很宅的 你认识他吗 我昨天还跟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 他介绍我 让我加他微信 我说 我说 你今天一定要把他带走 必须的 好吧 第一轮选择缺口流 还有八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今天生活有才准备的什么 就这个是吧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 刚刚花椒的人总捏了我的灯 难道认我这个策划案不行吗 你写的这个策划案 首先我们这个方案里面 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整个策划案第一句话叫 花椒处于从单一性观赏性视频网站 向某个形状转移的过程中 首先 花椒不是一个视频类的产品 它是一个直播类产品 第二我们是一款APP 不是网站 再有的话呢 单一性观赏性 这个确实也没有人这么划分我们 从来没有这么划分过 我们也没有这么认为过自己 后面呢要转 说认为我们在像综合性生活类网站转型 这个我觉得我们快变五八了 你知道吗 哪跟哪啊这都是 所以实际上是我可以说 这些概念的应用 让我看了以后一头雾水 那后面呢你所谓的 在这种错误认知基础上 给到的一些突破点 那就更加无厘头 不是我介绍一下 可能说这个方案就是 对啊对啊 我希望什么呢 其实大家说了很多意见 我希望你不要纠结于我们这件事了 这件事就停在这儿吧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销售团队里面 会有idea的人 但对一个策划案来说 我觉得不论从展示的形式到内容上 我觉得还是 具体比较就是内容比较浅薄一点 柔阳你拿了这个策划案 包括给你老板 说可能带动业绩这个 其实它是最简单的B2B模型 也许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小公司里面 你的策划显得你很有事业 但真正到了互联网期 看你这份策划案 它非常的初级 只要对B2B期稍有了解 就能写出这样一份策划案 这是你的行业背景所造成 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 你五年为什么不跳槽 如果你还有策划之心的话 你需要更大的平台 更大的机会 我们呼唤员工忠诚 但是也要知道良情责目而行 所以今天 我希望你能做出一次全新的转型 而不是像他说的 又继续做这份工作 也许你还有想法 还有灵魂 那么你需要换一个平台 来 我们来问一下 这位选手在听了 河马一番震聋发聩的意见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而且今天碰见了你的老笑语 我唯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 我专门是这两份方案 两份策划 我专门给花椒做了一份 他竟然说 评价这么低 不要说这个 我花了很大的心思 你花了很大心思 并不代表你花了心思的东西 就一定要有价值 很多人花了心思的东西 就是没有价值 对不对 所以今天 你求职的薪酬是多少来着 一万 你的底薪是一万 对 往下调 不调 不调 不调我问你 如果今天没找到工作 你去哪儿 继续找工作 还是摆水果摊 我在那边 我在东莞那边已经 有同类公司 我大半回接着做销售 继续在东莞待下去 在那继续做同类产业 是吗 对 行吧 那你在这些大公司里边 拿四五千的底薪 也可以拿到一万的工资 未来发展不是更好吗 你怎么想的呢 我确实是想转 我先说一下 你不想转换一下地方 转换一下公司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 你在那底薪是三千嘛 综合收入是一万多嘛 对不对 你凭什么到这来 你底薪就要一万呢 底薪我不是做业务吧 我是做 你的方案没有被认可 我想把刘洋说两句 就是因为在三四线的时候 他们习惯了用关系找工作 他不像一线北上广 然后大家就出去找工作 另外的话 你看他一直 东莞那个也是新乡老乡开的企业 对吧 也就是说 老乡也是老乡 对 其实说他在这样环境 待了时间这么久以后 其实他对薪水的理解 你会发现 一直跟我们是有偏差的 他现在是想转行 所以要一万 对吧 因为保证他原来的底薪加提车 大家要看到他之前的东西 现在王宁说完吧 王宁 你要想帮校友的心 我们都可以理解 第一 你说他忠诚 其实他并不忠诚 他时时刻刻都想走 只是没敢走 我告诉你 他蠢蠢欲动好多年 第二 你说非常理解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工作 显然他的思想意识和表达跟我们不一样 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第三 我们所有的人即使白脸的 不是为了批评他而批评他 相反是看到了你今日的成就 而为他着急 耽误了七年的时间 第四 他又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 但问题是他自己心里并不甘心 但他不甘心的情况下 他又对自己又不狠心 我们纠结的就是在这一点 促使他今天能够下这个狠心 对 我们不是为了指责他 我们是为了让他真正找到方向 就让他选择一下 是不是只做运营港 要不要做销售港 如果愿意做销售港 你能接受的最低底薪 给我们一个数 是或不是 然后薪水也可以降一点点 就是你凭自己的能力 调吗 那请你给个建议 我给个建议 让人力专家和马给你一个最中肯的建议 他是做人力的 我觉得今天你要更加注重平台的机会 更注意平台的高度和视野的高度 也许你心里还揣了策划梦 但视野是最重要的 你就说调多少 我个人认为4000到5000 你愿意调到多少 6000 6000 他愿意调到6000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续火轮 还有两盏灯 来 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上干净 4500 6000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 考虑10秒做出最后的选择 泡泡马特 柯如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泡泡马特 去吧 感谢校友啊 他很支持我 我加入泡泡马特之后 会努力加油为公司 创造利益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